嘿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到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会一起讨论 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 第115以及116月的习题咯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第115面的习题吧 一步一步来 那这边我们要先减一减 那这边的例子呢 它就给我们 22-7 可以得到多少呢 那这边就有图画 给大家看了吼 我们可以找出 这边的两排 每一排是10个 那我们两排就有20个 再加上另外的两个 那就有22了 减去7个 我们可以划掉 1 2 3 4 5 6 7 那就剩下一排是10个 还有另外的 1 2 3 4 5个啦 可以吗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诶 这边的5个和5个 是原本的这一排10个 对不对 那因为要借位的关系 不够减嘛 对吗 所以它就把它拆分成了5个5个 才方便我们减去的 可以吗 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呢 15 那答案就是15 或者大家可以用算式的方式来减的 所以22减7的时候 那我们要借位 那这边2借位了 剩下一 那借过来的这个10加这边的2呢 就可以变成12 然后才来减7 那12减7就等于5 然后再把这个1减0 就等于1 OK 那假如你不明白 或者你不会 把这个12减7的话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也就是把刚才借过来的10呢 你先减去7 OK 那得到3的过后 你再加回去刚才的2 你再加回去 就可以等于5 都是一样可以找到答案的 只是方法不一样 就根据大家喜欢的方法 你会的方法 适合你的方法 你去用它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接下来的习题呢 你都是用适合你的方法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第1 第2 第3 第4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它了 首先我们有38减4 那这一边是不需要借位的 所以比较简单 8减4 我们可以得到4 没错 那3减0 还是等于3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当38减4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得到的答案就是 34 没错啦 那我们看第2题这一边 86减8 诶 这边的各位就需要借位了 那么需要借位的话 前面的10位的8 就会剩下7 因为我们借掉了它的10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们先把这个10 先减去8 你可以得到2 对吗 那2再把上面的6加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8了 那7减0还是等于7 所以86减8 你的答案可以得到78 没错 OK 那下一个 我就用别的方法了 那40减5呢 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减 但是各位这边呢 0是不够减5的 所以必须跟10位的4借 那4就会变成3 那借过来的这个10呢 我们就要减去5了 可以吗 所以这边是0 我就不需要再变了 他就把这个原本借来的10 直接减5就可以了 所以10减5还是等于5 那3减0还是等于3的 所以答案就是35啦 OK 那第四题这边同样是需要借位的 那2要减9不够减 我们就跟前面的5借位 那5在这边是10位的 对不对 它是50 所以借了过后就变成40 那刚才的另外的10 我们借给了各位这个10 我们加这边的2 我们就可以得到12 当12减9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3的 没错啦 所以12减9等于3 那前面10位呢 4减0还是等于4 所以我们的最后答案就是 43 我们把它写进横式里面 好不好 所以你用你适合的方法来作答 好不好 OK 那这就是115面的CT讨论 那我们看下一面咯 更上一层楼 这边可能比较挑战了 所以我们来算一算A部分的这边 第一题32要加多少等于49 或者是第二题 你会发现到 之前我们做的都是找后面的答案 对不对 但是现在前面的或者是中间的 怎么不见了呢 可以吗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了 或者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唱歌的方法 我用London Bridge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来唱歌的 都是可以的 OK 那一个方法 因为比较花一点时间 我会在下一个影片 再录给大家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要把32加多少等于49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大的数目呢 减去比较小的数目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它剩下的数目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把49减32 那我们做一个算式吧 49减32 我们9减2在歌位这边 可以得到7 那4减3可以得到1 答案就是17 当你检查的时候 你拿32加17 你的答案还是会等于 没错 还是会等于49 所以就证明了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咯 好 在这边同样的 前面的这个答案 见了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 所以它加7的时候呢 是可以等于54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总数呢 减去7 我们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数目是多少 所以我们拿54减7的时候 那不够减我们就拿 值位的5 借位 那剩下4 10减7等于3 3加4等于7 然后再把4减0等于4 最后答案 47 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真的是吗 那当47加7 我们可以得到 还是等于54 所以我们答案是正确的 好 那第三题 这个是减法咯 注意咯 第三的第四题都是减法 然后其中一个 它的答案要找中间的 另外一个答案要找前面的 那65要减多少 等于17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拿65减17 就可以找到了中间这个数目了 OK 所以5减7的时候不够减 我们跟前面的十位6借 剩下5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剩下15 15减7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8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前面的十位 5减1等于4 答案就是48了 OK 那我们看第四题 这一边我们要把什么数目减27 等于28 这边要小心咯 这边要小心咯 OK 因为它是减法 然后要找前面的话呢 减法是把总数比较大的数目 减比较小的数目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拿28减27 等下你算到答案是1 哈 你要拿1来减27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加起来 OK 那当27加28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敬畏的 那7加8等于15 所以我们写1 然后写5在这边 那1加2加2等于5 所以答案就是等于55的 可以吗 所以当你拿55减27 我们看答案会不会等于28 那5减7不够减 我们跟前面的10位借 我们得到4 那后面这一边呢 就有15 15减7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得到8的 哈哈 没错 那前面的4减2 我们就可以得到2 所以 我们的答案 28 是不是跟这边的一样呢 对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55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不好 OK 是比较的挑战 但是用对方法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 B部分的解决问题 这位小女生说 我班啊 有46人 那小男生说 我班有30多人 5个5个的数 将多出2人 那2个2个的数 将多出1人 哎哟 真的是很考导我们是不是 OK 很挑战哦 那题目呢 就是问 2班共有多少人 哎 还要找2班 所以我们要找出 女生这一班 再加 男生的这一班 那首先 我们一定要知道 男生这一班啊 到底有多少人呢 你看 他出了这个题目 真的是 哇 好晕啊 对不对 那女生这一班呢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有46人 可以吗 那我们来数一数 男生的班 有多少人吧 他说 5个5个的数的话呢 5个5个的数 那他的班 是有30多人 就是说要超过30人的 OK 那当我们5个5个的数的时候 他是会多出2人 意思是说 他可能是32 他可能是37 意思是说 我们需要加嘛 对不对 例如你说 5加5加5加5 要加很多个5 对不对 两个5就等于10 两个5等于10 再加 两个5就等于30了 对吗 那就说 假如我需要 找这个男生的班人数的话呢 我这边可以不可以加2呢 加2就变成32人了 但是哦 当他说 两个两个的数的时候 这样多出1人 哎呀 意思是说 我们后面的各位 是不能有偶数的 不能2 4 6 8 0的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32就要排除掉了 OK 所以我们来猜测一下 这一边呢 我们有的就是30多人嘛 所以我们可以说31可能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没有了 OK 因为他说30多人罢了 那这边我们可以先淘汰几个的 首先我们要淘标几个的 因为他说两个两个的数的话呢 会多出的 会多出一个人 所以啊 双数的这边肯定不是答案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淘汰掉 OK 所以32不是 34也不是 OK 36不是 那38呢 也不是 所以剩下31 33 35 37 以及39人的对不对 那这一边我们淘汰掉了2 那我们接下来要淘汰呢 就是5 为什么呢 因为5个5个的数的话 还是会多出啊 会多出两人 所以后面有5 我们也是不能接受啊 有5有0的我们都要淘汰掉 所以35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我们剩下31 33 37 以及39 但是根据这边的条件 两个两个的数的时候 是多出一人 然后5个5个的数的话 是多出两人 所以31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算到这边的时候呢 已经有30了 对吗 30人又再加5的话 就变35人了 那我35人的话呢 两个两个数的话 他的确是可以多出一人 但是5个5个数就不行了 OK 5个5个数 他必须多出两人 而不是一人 所以31也不可能是答案了 OK 那33会不会是答案呢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哦 那我先把两个两个的数 写出来先吧 好 这边2 我写2 帮我好哦 两个两个的数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我们加5次的2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等于10的 没错 那我们再加另外的5个哦 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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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次了 这边有另外的10 已经20了 对不对 我们再加另外的5次 1 2 3 4 5 这边有另外的10了 所以这边就有30了 对不对 那两个两个数的话 他要多出的是1 所以刚才31淘汰了 那33可以吗 33可以吗 我们假如再加2就变32 可是35这边要怎么办呢 35这边他说 5个5个数的话是会多出两人的 而不是少两人 所以33这边呢也是不行的哦 他会被淘汰掉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37和39了 所以要找到37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哦 这边已经有10 20 30 我再加另外的5 35 OK 35啦 然后我要加另外的2才能够变成37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两个两个的数的这边 好 两个两个数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30了 又要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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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36了 36这边我们要加1才可以等于37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哦 是不是有符合他的条件呢 那5个5个的数的时候啊 要多出两个人 哎 他有做到吗 有耶 有达到这个 那我们看第二个了哦 两个两个数的话将多出1人 哎 有没有多出1人 有 所以这边很符合他的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说答案就是37了 OK吗 明白了哈 当然我们不能用39 因为39的话呢 在5个5个的数 它是多出4个人了 明白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能用39 所以39也是必须被淘汰掉的 唯有的答案就是37了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答案写下来 两班共有多少 我们要加起来哦 46就是女生的这一班 46人 再加这个小男孩的班呢 有37人 总共加起来是 我们写个算是 46加37 6加7 我们要敬畏哦 等于13 3我们写在各位 那这个敬畏的1加4等于5 5加3等于8 最后的答案就是 没错 就是83了 所以这两班加起来呢 是共有83人的 可以吗 好啦 那以上就是有关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第115和116页的CD讨论啦 你学到了吗 既然你成功学到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也别忘了订阅打开小铃铛 与守住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哦 好啦 就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